会议周博文 关美国时政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 拜登28日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 筹集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资金 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也参加了这场活动 拜登 奥巴马和克林顿 帮助拜登创下政治活动筹款资金最多的记录 奥巴马与拜登搭乘空军一号 一起从华盛顿飞往纽约 克林顿则在活动现场和他们会面 拜登竞选团队联合主席卡森伯格说 这场创造历史的筹款展现了人们对拜登和贺锦丽的热情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将于下周 在佛州棕榈滩举行一场大型筹款活动 计划筹集至少3300万美元 在拜登举行筹款活动的同日 特朗普在纽约市出席了一名殉职警察的追悼会 试图将重点放在犯罪问题上 这场追悼会是为悼念纽约市警官迪勒 此前在一次交通拦截中被枪杀 特朗普强调 我们必须恢复法律和秩序 我们必须要强硬起来 白宫方面则表示 拜登已就殉职警察一事 与纽约市市长通过话 联邦政府28日向马里兰州拨款6000万美元 用于重建26日被撞击倒塌的 巴尔蒂摩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 不过经济分析公司的预测显示 初步估计该桥的重建成本为6亿美元 然而知情人士透露 重建成本可能飙升至20亿美元 另据一名幸存者妻子的说法 事故发生时 桥上的工人都在车里休息 不清楚是否在撞击前收到过警告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8日表示 众议院将于4月10日 向参议院提交两项 针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 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马约卡斯造成了美墨边境创纪录的无证移民潮 而马约卡斯表示 他对边境局势不负有责任 而将其归咎于国会未能通过立法修复破裂的移民体系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创始人 佛里德因从FTX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客户那里窃取近100亿美元 28日在纽约被判25年监禁 地区法官卡普兰当日在曼哈顿法庭听证会上 驳回了佛里德关于FTX客户实际未损失金钱的说法 并指责他在庭审证词中撒谎 随后做出了判决 好了以上就是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